國內的武漢肺炎個案持續增加 昨天新增了八例都是境外移入 其中有一起是家庭群聚 另外一個人是摩洛哥的旅行團群聚 還有三例是和奧捷旅行團有關 而且該團已經累計有九個人確診 目前全臺灣一共是有三百六十三例 其中有五十四個人解除隔離 國內在新增八例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這些確診個案都是境外移入 指揮中心表示五號新增的案三五六 是四月三號公佈案三四三本土個案的丈夫 二月二日三號到三月十七號到美國工作 反國至今沒有不適的症狀 境外商單位進行接觸者採檢 於五號確診 研判為一起家庭群聚事件 七號回來之後他只有輕微的一個腹瀉 那沒有 其他沒有什麼其他的一個症狀 所以就沒有 也他也沒有去就醫 所以在我們這個根據用健保資料 大概上呼吸道一個症狀去去塞的話 他應該是沒有塞到他 案三五七是摩洛哥旅遊團的團員 三月二十五號出現發燒 X光顯示肺炎 三月二十六號通報 四月五號確診 該旅遊團共計三人確診 其餘十四名團員中十二人陰性 兩人檢驗中 而案三五九 三六零及三六三為奧捷旅遊團的團員 由於該團先前已經有六人確診 為求慎重衛生單位針對其他團員進行回溯採檢 這三人也在五號確診 該旅遊團共計有十七人 其中九人確診 其餘八名團員檢驗結果均為陰性 另外指揮中心也宣布 因為許多景點湧入觀光客 計程車內也難以保持社交距離 因此即日前搭乘大眾運輸要戴口罩後 即日起民眾搭計程車Uber也得戴口罩 若不願意配合 計程車可拒載 若有違規的情形最高可開罰一萬五千元 接著會有講龍想推播